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编剧导演黄麒麟 今天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 《中立光影电影馆》9月份的电影专题《关于爱情》 这个9月,电影馆以《关于爱情》为名 策划了丰富的电影片单 呈现了爱情不同的面貌 有透过不同的外在观点 反思伴侣关系的议题 也有探讨来自于内心深处的浪漫情怀基因 希望透过这些不同的影视作品 将其中的故事分享给每一个观众朋友 片单里面除了有主题单元之外 还有影演专题、首论艺术、亲子影院、怀旧剧场 热效抢挡等不同的单元 喜欢看电影的家家,千万不要错过哦 9月份要推荐的电影是《喜欢你是你》 它是一部香港电影有两位新导演 杨朝凯跟吴永山联合指导 这个电影呢,在香港来说 它是比较小见的一个女同志的题材 因为香港其实蛮多高中是只有女生在练的女校 但是以这个作为电影背景的故事其实不多 然后里面因为它处理女生之间的建福与爱情与友情之间的情谊 我觉得也处理的非常的适逆 然后也有一些可能台湾观众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一些演员 可以透过这个电影慢慢了解跟认识一下香港的特有的一些女校文化 非常推荐大家到中立观影电影馆去看这部电影 跟大家推荐一部9月份的片单 就是我自己的第二部电影《甜词L》了 《甜词L》之前是用甜词脸这个名字有参加过金马奖 那这部电影在台湾也有上映过 但是可能接触台湾观众的机会没有到很多 所以这一次记得把握机会在中立观影电影馆要看哦 这个电影是改变自我自己亲身的经历 以前很想当一个写歌词的人 但是透过非常非常多的努力最后没有成功 如果对于流行音乐或者是音乐制作 音乐创作有兴趣的朋友 非常推荐大家可以看 然后里面也有关于梦想 关于才华跟成功定义的一些讨论 非常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去分享这个故事 然后9月14号我自己也会到中立观影电影馆 跟大家一起进行这个影后的座谈 那我们就约定在中立观影电影馆见哦 9月来中立观影电影馆 可以在大荧幕看到所有精彩的电影 全部电影都是免费索票 可以在活动通AQ Plus里面拿票 用或者到现场免费登记观赏 所以不要错过 非常推荐大家一起来看电影